蕭瑤柔 主持蕭若元 御菲 趙善軒 馬來西亞很多人都會講廣東話 就算不懂廣東話 都受到香港電影文化影響很深 其中一個不講廣東話的歌手很出名 叫黃明志 唱了一首歌叫《學廣東話》 其中一個歌詞就是 全家去買地產就是全家產 其實是為了了解香港文化而學廣東話 所以其實有市場開拓他們 其實我講這些都是很普通的評論 但是香港沒有別人講 結果就是用了我的影片 現在馬來西亞人就說 不如在經濟再壞一點就推翻它 尤其是GST的稅就令到更加呱呱叫 之前是沒有什麼這些事情的 我們看看另外一個慘案 馬航的殘骸是發現了 馬航MH370客機失蹤了17個月 不少家屬都傳有一絲希望 希望找到親人下落 但終於要面對客機可能墜毀的事實 馬來西亞首相星期三宣布 上星期三在印度洋 發屬流離汪島的海灘 發現的這一塊波音777客機 它是與很重的心 很重的心 我必須告訴你 那一群人的團隊 發屬流離汗 發屬流離汗 是由MH-370來自從MH-370 我們現在有實際的證據 我昨年在24月推出 MH-370在西方中 在西方印象中 他說馬來西亞政府 會全力找出事實真相 金庫域殘骸早前被送到 法國陶勞之近郊的 軍備總局航空技術中心 由法國、馬來西亞、中國 以及美國波音公司的代表 組成分析小組 為殘骸造技術鑑定 馬來西亞交通部 在星期日已確認 金庫域殘骸屬於一架 波音777客機 和MH-370同一個機營 馬航MH-370去年3月8日 載著239名乘客和機組人員 由吉隆坡、非北京 期間失蹤 既然3分2乘客都是中國人 馬航MH-好 要重組 所以現在乘馬航和亞航 是相當划算的 上網買的機票 首先 回到我講一句 一定是一早 我已經判斷在印度洋 撞下去 南印度洋 為什麼去到南印度洋 只能是機師自己劫機 去到沒有原料 就最危險 馬來西亞我去過很多次 現在我當然短期不敢去 不會去馬來西亞 不單止不要去馬來西亞 東南亞也不要去 待會遇到颱風 要停下馬來西亞 但是我最不明白 那些大陸人 是覺得馬來西亞的證據是假的 不信飛機撞了 說他講謊 我覺得很好笑 為什麼要騙你 有什麼好處呢 有些家屬可能接受不了 都是人之常情 另外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我們再跟大家講一次 南海主權問題 大家看看影片 這個是國際衝突的關鍵 南沙禽島的一些部分島礁爭議的問題 但大家都認為這不是中國和東盟之間的問題 也不代表中國和東盟關係的全部 對於中國被指在南海填海造地 王毅華工程已經停止 又重申中方堅持應該以談判解決南海主權問題 王毅華較早的時候 跟美國國務卿克里會面的時候 已經傳達了信息 王毅華兩個人也討論到國家主席習近平 下個月訪美的安排 去規劃兩國在各領位的合作 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建設 對於有消息指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放棄下個月訪華 王毅華從來未聽過安倍9月訪華的事 另外原本有消息指 安倍會在下個星期六 發表戰後七十周年談話 但日本傳媒報道安倍準備在下個星期五 發表講話 好,我再講一次 所有的原則問題,解答所有人對我講的 詢問,首先,第一, 我們的世界是這樣的, 在第一次世界,基本上我們是這樣劃分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即是國聯未成立之前, 國際規則是容許用武力改變疆界, 有了國聯之後, 我們就簽了很多國際合約, 誰用武力去強迫別人改變邊境關係, 都是不會承認的, 這個只是Modern時期有用, 之前是沒有用的, 因為整件事不可以無限量追溯, 即是國聯1919年以來, 其實成立的目的就是希望, 改變一次世界大戰, 或以前那種, 即是帝國主義不斷領土去侵略, 這個是人類用了血的教訓, 血的教訓進步了, 這個就是因為, 威爾遜提出十四條, 所得回來的, 民族自決, 民族自決,這些原則, 就不能夠再用侵略來改變疆界, 所以之後, 如果誰用武力去打人, 國際是不會承認的, 甚至可以干預, 第二點, 關於南海主權, 我再講一次, 首先第一, 中國並無遠讓航行, 在明清還是禁海, 而一個地方的主權是怎樣得回來的呢, 第一, 如果那個地方是有人居住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 已經在那裡居住,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你就用武力去改變了,都沒有用, 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這個人居住了, 就要看那些人認為他是哪個國家, 那個就是基於民族自決原則, 譬如沖繩島的人, 他覺得他是日本國民, 夏威夷的人是自己投票, 阿拉斯加是投票參加美國的, 你明白嗎, 這個, 這個, 有人說一下夏威夷, 反駁你最主要理據之一, 夏威夷也是打回來的, 那你怎麼說呢, 夏威夷也是打回來的, 如果很早打回來的, 你是不能追溯的, 而夏威夷不是打回來的, 夏威夷也是買回來的, 夏威夷也是, 跟那個國王買回來的, 但是最後, 現在就只是說, 如果有人居住, 就只是說那些人不認為自己是哪個國家, 這個就回到民族自決原則, 夏威夷是有權可以再投票的, 就算你說加拿大灰北黑的時期, 那些人也是可以投票的, 最近蘇格蘭也是出來投票的, 當然也有很多, 西班牙那些人不讓人投票, 但是那些是不得到世界的認可的, 起碼就會被人批評和譴責, 如果這個地方要獨立, 根據聯合國憲章來講, 你歷史上是不是曾經在一個獨立國家呢, 或者你中途有沒有隔絕到呢, 你明白嗎, 或者受到其他人的統治, 令到你和那個國家產生了分離, 否則每個人都可以獨立那一刻, 譬如說香港獨立之後, 北國中香港, 港島可不可以獨立呢, 北國可不可以獨立呢, 我一直爭取了十幾年, 泰國獨立出來, 因為我們是有錢很多, 沖繩議會決定的, 那時候民調, 沖繩人民, 是超過90%認為要回歸日本的, 實在說一條線很簡單, 現在大陸人說, 美國當年一百六幾年之後, 西部大開發, 全部都是打回來的, 當然這個就是, 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 不能夠這麼說, 但是當然, 你還要明白這條線, 就是以前打回來的, 在現代社會那些人, 應該是有權選擇, 留還是去的, 譬如說, 美國西部有某些地方, 你想獨立的應該給他投, 西藏當然也是乾隆時期打回來, 但到今天你是沒有權, 只能說都不能夠說, 所以其實就是過了一次大應之後, 究竟我們現在價值觀染, 你認不認同國際之間的協議去解決這個問題, 而是很多人還是說, 誰惡就打誰, 基本上世界不是這樣, 你就打完世界, 基本上世界已經不是這樣, 最惡劣的就是俄羅斯這些國家, 用武力去改變疆界, 就是這樣, 倒退回去之前, 帝國主義的時期, 好了, 這些南沙,西沙, 這些是什麼呢, 是無人居住的島嶼, 無人居住的島嶼, 很多根本就是看朝高朝低, 露不露出來的, 大部分都是珊瑚礁, 好了,這些珊瑚礁屬於哪一個呢, 原理上就是這樣, 就不是歷史上你一本書寫過, 就是你的, 或者你發現過的就是你的, 是你有行使管治權力, 什麼叫行使管治權力呢, 譬如說,我在那裏巡邏, 不准有海盜進入, 使用公權力, 或者誰來打魚, 我就規管他打魚, 問他收稅, 這些都是叫做行使公權力, 實際管治權力, 要這些記載, 如果你一看中國, 全部都沒有軟陽船, 在清朝之前, 有什麼可能實施公權力呢, 在南沙, 鯛魚台又沒有人, 據聞就是, 葦小寶那裏是登陸過的, 又封為釣魚伯, 金庸, 其實就是這樣, 我告訴大家, 這個就去到, 根據結果, 只有一個證明, 就是舊金山和約, 將這些島嶼, 列為無人的島嶼, 列為無人的島嶼, 就是誰先霸佔, 這一刻使用公權力, 那個就是誰, 你明白嗎, 好了, 現在我給大家看第一幅圖, 這幅圖, 大家看看是多麼荒謬, 中國海南島最南那裏, 號稱從來是中國邊境的盡頭, 海南島天涯海角, 現在你畫了這幅圖, 根本是逼近別人的沙灘, 現在說紅絲裡面是中國領海, 這個黃岩島, 擺明怎麼看, 都是接近菲律賓, 即是你說, 人家在那裏幾千年不出海, 一出海就已經去到那些珊瑚礁, 照計布下魚都會, 照計馬來西亞的魚, 這幅領海是你的, 人家不可以完全來往, 沒有你的同意, 這樣伸下來, 所有的根據, 所有的根據, 就是1947年畫的十一段, 我們又看第二張圖, 給大家看看, 如果在日本投降之後, 這一個是國際互相claim的邊境, 大家看看複雜到怎麼樣呢, 這裡是, 綠線裡面就是菲律賓說他擁有的, 紫線就是越南, 黃線就是文萊, 藍線就是馬來西亞的, 紅色那幾段就是中國號稱的, 根本原來全, 大家就全部重報交諜, 你明白嗎, 好了, 人家的根據是怎麼樣呢, 我再講給大家聽, 人家的根據, 無人倒序, 是不能夠claim領海, 或者200里的經濟專屬區, 人家是由他的領土有人住那裡, claim200里, 就是claim到他現在畫那條線, 你明白嗎, 畫那條線, 你就不是, 你就用你那些珊瑚礁壞你的, 來claim領海, 珊瑚礁是不能夠claim領海, 這個是根據一九七幾年的國際公約, 是規定了的, 所以一打官司, 中國是輸的, 全搬了龍門, 大家都約定了是根據那個居住的地方, 然後再畫出200里, 他自己創了一個定義, 即是, 所以是不能夠打官司, 打官司就輸的, 所以他從來這麼多年, 你講實質的佔據, 我又講實質的佔據是怎樣, 這是第三幅圖, 就是講實質的佔據圖, 這個大家看見, 這個就是實質佔據圖, 越南實質佔據了大部分, 是在1949年到現在都在行使公權力, 中國佔據了的只有幾個島, 大部分根本在1949年開始都是在越南的手上, 中國有些已經是打回來的, 大陸從來都是這樣的, 就是上面那幾個島, 中國就是紅色那幾個島, 在中央那幾個島, 這邊的近越南那些全部是越南的, 他的尺是從來不一樣的, 他對著日本就跟你講自古以來, 對著藍沙就講實質控制權, 對著東海又跟你講互相合作協商, 他永遠的條線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他上法庭就不行了, 這個地方這樣, 糾纏, 你說不可以開國際會議去談, 兩個國家談, 你跟他談完有用, 另一個人又不肯, 何況菲律賓跟你在中國談, 你中國談都不跟他談, 台灣就守了太平島, 你知道嗎, 現在美國是告訴你, 大家不要做三件事, 第一, 根據國際法例,海事法例, 田的島有人在這裡住, 都不會算, 田回來是不會算的, 你知道嗎, 中國說20年前人家有田, 人家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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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來建一些碼頭仔, 做一些直升機場, 這些東西, 人家田主要不是直民擺武器, 他田就不是, 他田是軍事基地, 軍事或是直民, 在那裡, 早晚開馬戲院了, 三千公尺的跑道, 只是在永暑礁, 兩條, 用七百億人民幣, 你現在是不是有錢得這麼厲害, 在四五個島上這樣填發海, 你蓋完那個, 不是蓋完跑道就可以, 你要蓋輕瓦, 即是飛機庫, 要有油站, 有技術工人在補給, 要有防空部隊在補給, 要有反海, 你守不住, 即是一個地方, 在別人的包圍當中, 人家可以用導彈, 用炮遠程來打你, 怎樣守一塊沒有重心的地方呢, 放在這裏, 想嚇救人家, 以及趕別人走, 即是不停用武力巡華, 將別人逼走, 所以他們分開了外交隊員, 你逐個國家都不夠我強大, 這樣嚇他們, 我比你更多錢, 下節